林志堅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最後一個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總統說這是什麼選舉抹黑 其實也不是啦 只是選舉曝光 不是選舉抹黑 猴子不是爬到樹上才屁股 他是爬到樹上才被看到 像林志堅的這種方式 是拿 讀科管理局如果做的一個計劃 計劃之後呢 就是說他因為有參與 就可以 再作為論文 這個自己的一個 一個 這個 智慧的解決 我都講不出來那個用語 因為就是抄襲這件事情 這種事情 林志堅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最後一個 所以應該這樣講 過去十幾年當中 有去買學位的人 自己看著辦好了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今天如果真的要有問題的是 他的指導教授 陳明通 你怎麼會同一個資料給兩個學生寫 今天還不講學生 你老師是幹什麼的 你老師同一份資料給兩個學生去寫 你這個老師要幹什麼 其實論文不公開只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專利 科學專利 那個要 你不能 我專利 被別人拿去 再來是國家機密 國家機密 你覺得國發所有什麼論文會涉及這兩樣 中國陳明通指導一百七十幾個學生 一百七十三個沒錯 然後只有五個公開 一百七十三個學生只有五個公開 原來就很奇怪 其他全部涉及國家機密 要怎樣 這個奇怪 誰公開 一定是不敢 這很奇怪 一起來 這個有樣學樣 小應的 小應的封存三十五年是不是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這就很奇怪 人家問科幣科幣 你在台大深等的資料 或是你在台大應聘的資料 有問題 我說你要看就去看 我會說 我下令把我在台大深等資料封存三十五年 這不是很光榮 你的深等資料 這更奇怪 政大怎麼會允許他這樣 那個叫全黨救藝人這個動作 非常的高規 比如說總統自己到 總統要留言 他說這個什麼 總統說這是什麼選舉抹黑 其實也不知道 只是選舉曝光 不是選舉抹黑 我經常說你不敢做給你拍事情 你選這次選舉 你都知道 全部都曝光 我每次講那個故事 猴子不是爬到樹上才屁股紅的 他是爬到樹上才被看到 你蹲在地上 誰知道屁股是紅的